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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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聖就是一佛聖 就是唯一成佛的一條路叫一佛聖 一佛聖 最上聖 一佛聖為什麼成一佛聖呢 因為這是一條成佛的路 它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成佛 沒有東拐西彎的就是成佛 叫一聖 佛聖 也就是說你想要成佛的話呢 悟悟六成 從這邊來下功 不要厭悟六成 我們修行的人 會覺得六成六或六根 所以往往很排斥 排斥六成 世間的眾生追逐六成 那說世間的眾生不會就是 那不就是他們都是悟惡六成 在六成裡面 好少物多 六成裡面你喜歡的 你喜歡看到的 你喜歡聽到的 你喜歡聞到的 你喜歡吃到的 你喜歡接觸到的 那麼你喜歡的書本 你喜歡的知識 語言文字 甚至你去人家講課 你會挑選的 那麼多人在講道理 你會挑選其中一兩個兩三個你喜歡聽的 所以說六成裡面你喜好的是少數啊 你厭惡的是多數 那有的修行的人呢 就為這個追逐六成呢 所苦惱 所以他乾脆呢 全部都討厭 他連這個號少都沒有 他覺得為了喜好這個 少數的六成付出太大的代價了 所以乾脆通通不要了 通通不要了 所以他就關閉六門 關閉六門 他完全關閉 那一般的眾生呢 他不是 他六門雖然是開的 可是他在那邊擋 他只接受少數東西進來 大部分他是拒絕 大部分是拒絕 所以基本上呢 悟六成這是大部分人的心態 修行人沒有修行人都是悟六成 只是沒有修行人呢 他在閒悟之中呢 有少數的喜好 而少數的喜好又不能遂心所願 所以說非常苦惱 非常苦惱 被搬弄了 被這些少數的你喜好的六成呢 牽著鼻子走 所以一些修小聖道的 修阿羅漢道的 他乾脆不要了 簡單的說你拿了幾塊錢在那邊吸引我 讓我跑東跑西的 我不要錢可以吧 乾脆不要了 所以這兩條路呢都是錯誤的路 所以欲許一勝悟悟六成 六成不悟還同正絕 這時候你就要了解啊 你討厭也好喜好也好 這都不是正確面對六成的態度 六成裡面沒有酌沒有靜哦 沒有好醜之別啊 沒有好醜之別啊 聲音沒有好聽不好聽的 顏色沒有好看不好看 味道沒有好聞不好聞的 香臭酸甜苦辣都是人怎麼樣 美醜好壞都是人自己分別出來的 這個外境啊是沒有好醜的 這是我們人心自己分別出來的 外境是沒有好醜的 所以你要對六成呢 一體接納 六成裡面 你喜歡的討厭的所有的一切 把這些分別心給放下 全部接受 全部接受 要物物六成 為什麼呢 因為六成的十項 都是什麼 都是清靜的佛光 都是清靜的佛光 這一切基本結構 像物理學都分析出來了 所有的物質基本的結構都是能量 精純的能量 不受污染的能量 都是不受污染的能量 你看到它有各有形狀啊 它的結構通通都是能 都是清靜的佛光 所以叫佛光普照 佛光普照不是說 佛光從哪個地方照出來 像太陽光一樣 然後照在每個東西上面 不是啊 每個東西都是佛光 你的身體 所有一切都是佛光 都是清靜的佛光 我們傳道講的 中日練神光 就是練這個東西 練到最後你發現 何處不是神光 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光普照 不是佛光照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上 而是世界就是佛光 六層就是佛光 所以這裡面沒有你分別取捨之處 不容易分別取捨 它只是形狀 你執著它的形狀 基本結構都是佛光 你一接受以後發現 全部都可以洗激你的業障 洗激你的身心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內內外外中間 內外中間 沒有不是佛光 沒有不是佛光 佛光普照 這個世界的實相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的實相就是這樣 所以說六層不悟啊 就環同正覺 真正的覺悟 正覺呢就是佛了 有一天你發現呢 睜開眼睛 看不到你討厭 你耳朵聽不到噪音 所有的噪音呢 都是清靜的泛音 眼睛所見的都是淨土 鼻子所聞到的都是天香 嘴巴所嘗到的都是妙味 不是一種思想啊 你真正有這種強烈的感受 靜色泛音天香妙味 身體呢充滿了發喜 接觸到空氣 都覺得很喜悅 在這裡面不再有挑三拣四 在那邊挑挑拣拣 這個好那個不好 都好 一切都好 六層不悟 環同正覺 環同正覺 我們人就是挑拣了 這個世間呢 你討厭的東西居多數啊 小孩子比較不會 小孩子好像什麼都好 越大 你的心目中認為好的東西 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就看著呢 一個人活得比較快樂的人呢 他往往就說 他比較容易滿意 他對人呢 不會挑三拣四 或者挑拣的程度沒那麼大 他就比較快樂 對事對物 挑拣的尺度沒那麼嚴 他就會比較快樂 我們看得出來 挑拣的尺度放鬆一點就比較快樂 如果完全沒有尺度的話 你極樂 極樂世界了 事實上沒什麼好尺度 通通都是純淨的佛光 不是說他不好的 你勉強是要接受他 都是好的 就是你沒看到他的實相而已 所有萬物的基本結構 通通都是佛光 所以佛菩薩為什麼要擁抱眾生 為什麼要擁抱眾生 擁抱眾生就是沐浴在佛光之中 不是他很吃虧哦 哇這些人驢頭貓臉他要去擁抱他 所以說六成不惡 六成不悟才可以還同正確 我們修行啊 當你發現自己面對這個世界 不再充滿了一種賢悟之情 不再看這個不順眼看這個不順眼的時候 你就覺悟了 你就覺悟了 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大部分人看大多數都不順眼的很 大部分的話呢聽人不順耳 大部分的聲音都是討厭的聲音 很少聽到好聽的聲音 或者聽到順耳的話 這叫洪子講說六成耳順 耳順是什麼意思啊 先從聲音開始 當你聽什麼聲音都好聽 聽什麼話都是好話的時候 罵你的話 消業障不是好話是什麼 我最喜歡人家毀謗我 那罵我 坐在那邊不動業障就消了 總比什麼車禍啦 生病啦好對不對 隨便你毀謗幾句業障就消了一大片 好的不得了 要耳順 什麼叫從心所欲不欲取 六成不悟 從心所欲不欲取 心不管往哪個方向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看到一切 接觸到一切都是好的 事實是這個樣子 我們沒有覺悟而已 沒有覺悟 所以智者無為於人自負 智者知道這個道理就無所作為了 我們為什麼有所作為 因為要在六成裡面挑剪出來 你認為好的 要把這個 你認為不好的排除在外 我們一生的作為都在做這個詞 很努力的要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或者爭取到手 把不好的東西把它排除掉 而且都不成功 麻煩就在這裡 而且都不成功 能力再強的人還是很遺憾 不成功 沒有辦法 永遠沒辦法隨心所欲 把自己心目中認為美好的一切留下來 或是得到手 爭取到手 所以它所有的作為在這裡 所以智者知道 都是好的 還有什麼好作為的 無為 無為不是什麼事都不做 沒有取捨 沒什麼好取捨 不取不捨 六祖會能講的 余切法 不取不捨 叫做見性成佛 叫做見性成佛 余切法就是六成了 所以說智者無為 智者無所作為 我們人的作為就是有取有捨 不取不捨也無所作為 沒什麼好取捨的 都是佛光 不管你碰到什麼 世人認為的好人壞人 世人認為的好事壞事 一個智者呢 這些事情上門的時候 哇 沐浴在佛光之中 叫中日戀神光 從早到晚 夜夜抱佛眠 每天都抱著佛在睡覺 愚人呢 愚笨的人呢 就自己束縛自己 在裡面取捨又取不得捨不得 智者他不娶不捨 那麼愚人有娶有捨嗎 沒有耶 他還是娶不得捨不得啊 你娶到什麼了捨到什麼了 他娶不得捨不得啊 對不對 你娶又娶不得 捨又捨不得 你要的你得不到 你不要的你又捨 又排除不了 所以說愚人自負 妄娶妄捨自負 自己把自己残腹為老 恕腹不得自在 法無義法妄自愛卓 將心用心起非大錯 將心用心起非大錯 法無義法 一切法皆是佛法 沒有這個是佛法 那個不是佛法 那個法無義法 妄自愛卓 但是我們在這裡面分別出來 這個好那個不好 這個是善法 那個是惡法 我們所謂法不是經典文字 我們要再三強調的 佛所謂的法就是 一切萬事萬物 當然也包括經典文字 因為它都有它存在的法則 所以稱之為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無義法 沒有這個不是佛法 那個是佛法 不要在裡面分別 妄自愛卓 分別出來以後就是愛取執著 愛取執著 就是虛妄 人的一生就在做這些事情 去分別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都是好的 不義法 沒有什麼都是好壞 都一樣的 沒有壞當然就沒有好 好壞是相對而生的 沒有什麼好壞的 你認為好 你認為壞 那是比較出來的 它都是一樣的 它對你生命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生命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什麼一樣呢 都具有相同的特質 什麼特質呢 空明無愛 反一切法 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氣味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甚至連什麼 味道來講 連糞便 糞尿的味道 氣味啊 連你最噁心的東西 噪音啊 這些東西 你去體會一下 當你接納它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一樣具有這種特質 它跟青山綠水一樣 具有空明無愛的特質 空 空一切業障 明呢 智慧大明 無愛呢 自在無愛 空一切業啦 智慧也明啦 當然無愛啦 無拘無束啊 無所障礙 都具有這種特質 所有一切啊 都是佛法 你不接受而已 你身邊所能夠接觸到的一切 你喜歡的 你原本喜歡的 你原本討厭的 當你放假這種喜歡討厭 愛憎之情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佛法 翠首可得啊 翠首可得 這就是孟子所說的 左右逢圓 孟子是不是說過這個話 左右逢其圓圓 左邊右邊都是碰到泉圓的 相心用心 豈非大錯 為什麼法無義法 因為一切法為心所造 我們對自己的心了解不夠 我以為我們的心就是在大腦裡面 轉的那個念頭 你不了解自己的心 你的心就是一切 就是一切 所有一切都是心所造的 而且你的心就是我的心 就是十方諸佛的心 這叫本心 這也都是為心所造啊 你在裡面搬弄來搬弄去的就是大錯 就是大錯 你是以心造出來的 你在裡面挑三簡四的 很奇怪嗎 其非大錯 大錯特錯 在裡面 運作 將心用心 在裡面運作 運作搬弄 用有一種運作搬弄之意 搬來弄去的 趨來捨去的 你說真的有可能嗎 為心所造當然有可能 你剛說你做夢 這個夢境是不是為心所造的 夢裡面是不是整個世界都存在 你在夢裡面辛辛苦苦的 把一棵樹挖起來再種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不是白忙一場 起非大錯 對不對 不是白忙一場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你在夢裡面恩恩怨怨的 起非大錯 你在夢裡面呢 又貪又撐 又愛又恨 起非大錯 夢你為心所造的 自己造出來的東西 在這裡面 身陷局中 然後把它置身事外 哇 他是他我是我在裡面弄來弄去 就是自己的心造出來 所以這叫將心用心起非大錯 我們要看清楚這個世界為心所造 就像夢境一樣為心所造 我們一天到晚做夢 你有沒有想過夢境是怎麼出來的 夢是為心所造的 對 你躺在那邊什麼都不動 怎麼會出現一個世界 當然是你的心造出來的 有的人執著說 哎不是 是我的心 是我的靈魂被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某些關於事 為心所造 人生就是這樣 跟做夢是完全一樣的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你在夢裡面大富大貴 白高興 你在夢裡面又窮又苦 瞎操心 對不對 瞎操心 有將心用心 靈生極亂 物無好物 迷人 他就生出所謂激淨和混亂 那個激就是激淨 亂就是散亂混亂 我們大部分人都活在混亂的世界裡面 一團混亂一團糟 人生越搞越亂 開始還可以自我把握 那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比較好控制 功課搞好就好 進入社會以後 人際關係 結婚 生子 親戚關係 等等的 越搞越亂 就是混亂 然後修行的人呢 求個寂靜 圖個清靜 遠離這一切是是非非 圖個清靜 入於山林 入於藍落 就是圖個寂靜 那這是你啊 一生極亂 物呢 物無好物 覺悟以後就無所好無所物 為什麼 就剛才我所講的 佛世界 這個世界的真相是什麼 這個真相就是淨土 真相就是淨土 這個世界只有一種成分 就是明光 太初有道 這道便是光 這光與神同在 佛家稱之為明光 這明光是密宗的說法 顯宗的說法就叫佛光 我們的說法叫什麼 神光 一樣的意思 基督教就直接說光 道家稱之為天光 文家稱之為什麼 浩然之氣 一樣的東西 涉乎天地之間 自打自剛 孟子說的一件都不假 所以覺悟者就無好無物啊 無好無物 沒什麼好物的 對不對 都是佛光 走到哪都是佛光 無從取捨 無從取捨呢 就沒有什麼混亂和寂靜 沒有這些東西 不亂不靜 不亂不靜 一般人就是搶取搶捨呢 就混亂 陷入混亂 然後逃離這一切呢 就得到寂靜 但是不管進入也好 逃離也好 都是錯誤的 這要出入啊 來去啊 事實上 不出不入 不來不去 因為你出也好 入也好 來也好 去也好 你到哪裡 通通都是佛世界 一個佛不詐到地獄也發現 這裡是佛世界 什麼叫佛世界 無所不包啊 它叫佛世界 如果它限定在某一個範圍 就不是佛世界了 就不是佛世界了 對不對 無所不在啊 這才是佛 天堂地獄是唯心所造的 佛世界就是實相 也不是你的心造的 佛世界就是一切 要接納這個實相 我們修行的人就是要 去體驗到這個 不是苦修苦練去進入佛世界 而是去覺悟 去察覺到 去覺就是察覺的意思 去察覺 就像一個小孩子去察覺父母親對他的愛心 沒有我父母親不愛我 讓旁觀者都覺得他很愛 父母親愛你愛得不得了 沒有我不覺得他 因為你心中有成見有格格 不覺得父母親愛你 你去察覺啊真的是很愛我 這個世界是佛世界 只是你沒有察覺 就像小孩子沒有察覺父母的愛情一樣 有這種孩子啊 父母愛他 愛得不得了 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有這種孩子 兩邊良由斟酌啊 所以這一切呢 掉入兩邊啊 好啦 物啦 急啦 亂啊 一旦掉入兩邊以後 陰陽對立啊 你就永遠無休無止 一開始很單純只是一個好物啊 再往下呢 就變成愛恨了 情緒更強烈了 我喜歡我不喜歡 到最後變成我愛我恨 再往下呢 就變成什麼 恩仇啊 恩仇 恩仇再下來呢 就是天堂第一 越陷越深 所以一切兩邊良由斟酌 都是因為你斟酌出來的 斟酌損益啊 他用斟酌形容講得很好 什麼叫斟酌 就是斟酒的時候啊 斟酒 還有品酌 斟酒和品酌 斟酒你幫人家倒酒 欸到底是倒半杯 七分 還是滿杯 要斟 酌就是品酌 我到底是一口引進 還是抿一口 還是喝一大口 一小口 一中口 這個東西 自由心正 不一定 而我們落入兩邊 就像這樣斟酌啊 這事實上無所謂的嘛 對不對 這無所謂的嘛 這酒倒滿一點 倒少一點 無傷大雅 喝大口一點 小口一點 無傷大雅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裡面這麼認真啊 要斟酌 良由斟酌 在那邊這麼認真啊 斟酌損益啊 到底是要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認真的不得了 其實你多一點少一點 有什麼影響 還用斟酌來行動 多一點少一點 沒什麼影響 無所謂的事情 這杯多一點 下一杯少一點 這杯少一點 下一杯多一點 但是我們在這裡面 斤斤計較 這個酒 斟半杯 斟一杯 斟八分滿斤斤計較 有這樣人嗎 很少 有有這種人 但是很少 我知道中國人喝酒 要講究這個 真的滿滿的 但是那也是少數人的 一般來講 那個比較文雅的人 都不搞這種東西 那喝酒 像老外喝酒都隨意的 沒有乾杯這回事 隨意 多嘛 你愛喝多少 又喝多少 拿一杯酒走來走去 我們人生也是一樣 在一個無所謂的斟酌之中啊 產生很強烈的這種情緒 產生很強烈的情緒 然後造下很嚴重的罪孽 這叫一切兩邊良由斟酌 他這個譬喻非常好 其實無非就是一個斟酌 多一點少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他把這個世間所有一切 多一點錢少一點錢 講一點好話 人家對我好一點壞一點 通通用斟酌來提議 事實上都跟斟酌一樣 無所謂的 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呢 夢幻空花和老伯作 都是夢幻 都是空花 什麼叫空花 我們說眼睛出問題了以後 眼花繞亂 有沒有聽過眼花繞亂 好像眼前都哇 好多花出來了 事實上那是空花 那不存在的東西 不生不滅 它不會生它也不會滅 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望見 它不是真的有花在那裡 你自己眼睛有問題 眼睛有問題到底 人生一切也是這樣 夢幻 夢幻空花 像夢中虛幻不辭 空中之花 何老伯作 為什麼要去靶植 為什麼要去追求呢 叫靶 靶就是抓住 桌就是追求 何老伯作 去捉魚 捉魚 捉鳥 夢幻空花 何老伯作 你說你眼睛 眼前眼花繞亂 你會不會去把那個花摘下來 你不會幹這種笨事 你很清楚是自己眼睛有問題 你夢中你夢見有一堆的黃金 你會不會想辦法 我要進入夢中去把它挖出來 你不會幹這種事 因為你知道那是虛幻不辭 實在地告訴大家 人生也是這樣 虛幻不辭 所以得思是非 一時放棄 一剎那之間就放假 所以你要去覺悟它的這種夢幻空花 不要那麼認真 你覺悟到夢幻空花 你覺一下子就把它放下 一下就放下 一下就放下 你要當真的就不行 當真的你就放不下了 覺悟就是夢幻空花 一下就可以放下 我們人就掉在這個得思是非之中 要嘛就是得思心 要嘛就是是非之 他也跳不出得思是非的四個字 就是放不下 又放不下 又放不下 不是說你真的損失了 然後我要放下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夢中造作 當然還可以放下 不是我度量大放下 對不對 但是我不夠笨啊 我沒有那麼愚痴啊 對不對 我把它放下 這跟度量沒有關係 跟智慧有關係 你說我度量大我不計較 不知道 你度量大也好 你度量小也好 不能做笨人嘛 那麼愚痴 對不對 那夢中的事情呢 去得思是非看那麼重 做夢 夢見跟老婆吵架 醒來以後一直跟她計較 欸 做夢夢見你搞外遇啊 那個到底是誰 你會不會幹這種事呢 不會嘛 我們人就是這樣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叫一死放缺 眼若不媚 諸夢自除 媚的意思是眼睛閉上了 又睡著了 就是說你眼睛如果不閉上 諸夢自除 那你就 所有的夢啊 你就不會做夢了嘛 沒有閉眼 你不可能睜眼做夢嘛 睜眼只會妄想了 也不會做夢 眼睛一閉呢 睡著了 才會做夢 眼睛不閉 怎麼會做夢呢 諸夢自除 那我們要怎麼樣脫離這個 人生的夢境呢 我們不做夢 我們只要不睡覺 又不會做夢 可是人生我們這麼多得思是非啊 要怎麼樣脫離這種人生的大夢呢 心若不易 萬法易如 心呢 不要去有分別心 意就是分別 同意嘛 有同有意 心若不易 意就是分別 分別這個和那個不同 心若不易 不要整天一起心動念就在分別 這個利啦 那個害啦 這個好啦 那個壞啦 大部分人一輩子都在做這些事 一輩子都在做這些事 所以心若不易 這時候呢就會像眼睛啊 不閉一樣 不會再陷入夢境之中 夢幻之中 心若不易啊 萬法易如 你不去分別 久而久之呢 養成這種不分別的習慣啊 啊 這個時候呢 萬法易如 萬法都是同一真如 啊 合同 世間萬法都是真如 就是剛才我講的 都是清淨的佛光 都是真如本性 都是空明無愛 萬法易如 你會慢慢察覺到 你會真正的聽到所有的聲音都是泛音 你會真正的強烈的感受到 你看到所有一切都是清淨的設想 你會有這種感受 聽到這些聲音啊 一般我們都是噪音啊 鳥叫成名聲音啊 講經說法的聲音啊 聽起來都有一種清淨的 澄澈的感受 真正的感受啊 不是思想啊 分別心沒有了以後啊 你就會享受這個東西 你就不用費盡心機去得到一些 很難得到你認為好的東西 而且得到以後又覺得不怎麼樣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費盡心機去追求 得到以後又覺得沒什麼 那就不曉得大保處處皆是 根本不用動 耳朵打開 所有的聲音進來 通通都是泛音啊 都是清淨 清淨的聲音 都是可以讓你開悟見性的聲音 這叫心若不易萬法易如 讓我們想說 如果佛出事 我們去牽到 摸到佛的手了 或者被佛加持到了 哇 那真的是 金工強強棍啊 業障全消啊 這是事實 事實是這樣 真的被佛親手加持 確實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心若不易的話 萬法易如 心若不易的話 你摸到桌子就跟摸到佛的手 效果是一樣的 效果是一樣的 任何一個眾生碰到你的時候 都是佛手碰到你 甚至空氣接觸你呢 都是十方諸佛以神手覆蓋 你會活在這樣子的感受之中 所以走到哪沒有活的地方 要找一個有佛的地方 不難 要找一個沒佛的地方 還找不到 還找不到 事實是這樣 哪裡沒有佛 哪裡沒有佛 如果哪裡你只住沒有佛 那這個佛就是騙人 佛無所不在的 佛就騙人 法身騙滿虛空 哪裡沒有佛 你要接觸到佛的肉身 還不如接觸到佛的法身 這些都是佛的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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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切一切 不管你的身體 都是佛的法身 萬法一如 所以我們傳到 一開始就傳你這個 首先傳你什麼 古河童 首先傳你古河童 一如體懸 物耳望遠 這個一如呢 你也不要去思維它了 一如體懸 這個體就是本質 它的本質是不可思議的叫懸 懸就是不可思議的 跟我們講懸講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傳懸觀 懸觀就不可思議的 我們現在很喜歡去解釋懸觀 不用去解釋 你把心收回來 讓自己的心處於不思議的狀態 那就是真正的踢入懸觀 不要在那邊大作文章 一解釋懸是什麼 官是什麼 懸觀在哪裡 懸觀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懸觀對我們人生有什麼影響等等 這些名相一大堆 你反而離開懸觀 懸就是不思議 懸就是不思議 關就是門復門 不思議 就可以入伯爾門 伯爾之門 一如體懸 這個一如你去體會就好 你不需要去思議 去思想去議論 因為你一思想一立論 你就進入一種主課對待 這叫二元 就能二元 二分法 你為主 那一如成為客 對不對 你就跟它分離 沒辦法契入 沒辦法契入 你要去研究它 它是什麼 你就沒辦法契入 所以受用就好 不用站在上面研究 像你站在水上面 去研究這個水 和你進入水中 那是大不相同 一如體懸 所以一如體懸 然後一旦不思議以後就可以 誤而忘圓 誤而就是突然 頓此 突然之間 誒 忘記這個世間所有的因緣 誤而忘 我們人就是忘不了這些因緣 這個世間裡面有善緣有惡緣 你總是在這裡面分別取捨 在這些因緣裡面擔憂 希望能夠結善緣 能夠了惡緣 在這裡面搬弄來搬弄去 突然間忘了這些緣 惡而忘緣 想這些緣全部都消失了 那我們人就在這些因緣裡面打滾 憂愁的不得了 夫妻 子女 親戚 財富 前途 事業 好多的因緣 憂愁的不得了 修行也無非希望讓自己的緣好一點 沒有忘緣 讓自己讓自己的緣好一點 不要那麼壞 求老母慈悲讓我的因緣好一點 結果老母又沒有順你的意 覺得緣更壞 就跑掉了 老母都不慈悲 越修到緣越壞 多一點 惡緣少一點 妄緣 妄緣 妄緣才可以變成什麼 一切都是佛緣 佛緣是沒有什麼善緣惡緣的 你說佛菩薩會講什麼善緣惡緣 佛緣 觀世音菩薩會說 節善緣 壞人他都不要度化了 什麼十有不十有的眾生都會求觀世音菩薩慈悲 那他都要節善緣的話 他都要節善緣的話 誰要去度化眾生 佛緣 佛緣不善佛惡 佛緣是什麼 一如 萬法一如 他只見其如不見其相 不見其善相和惡相 只見其如不見其相 所以這叫萬法奇觀歸復自然 所以這叫萬法平等觀之 萬法奇觀歸復自然 這個才叫做自然 不歸於自然 自自然然 就不會絞柔作作的 不會有為造作 我們一般人就是有為造作不自然 為什麼有為造作呢 因為不平等 沒辦法萬法奇觀 不平等 這裡面有禍有弧啊 有高有低啊 有上有下啊 所以我在這裡面要有所作為 有為造作 讓自己推向自己認為的好的境遇 推向善緣啊 推向這個財富啊 推向地位 那你一旦奇觀以後 你看其實都一樣 貨中有弧 湖中有貨 高中有低 低中有高 富貴有富貴的好 貧賤有貧賤的好 萬法奇觀 富貴即是貧賤 貧賤即是富貴 那就可以歸復自然 這時候你就自自然然的了 又不會整天搬弄自非 忘記 忘記這些 惡緣 善緣 那這得 取捨計較 不是讓它消失 忘 忘 不是消失 不是無緣 不是無緣 是忘懷 忘懷 忘懷 對 忘懷這些分別 不是這個意思 比方說你的念念不忘什麼 我小孩子啦 老公啦 什麼我身體健康 這一切的因緣 會不會念念不忘 對不對 念念不忘 一下這些東西就會忘懷 忘懷 念念不忘你就在裡面取捨造主 有為造主 對不對 然後想要怎麼弄 才可以把這些不好的緣變得更好 還沒有得到好的緣能夠去爭取到 對不對 我們人心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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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不是思想的 物耳這個用很好 就是 一剎那之間 突然間就 看淡了 不在乎了 突然間就這樣 突然間不在乎 本來好在乎的 突然間不在乎 有望遠 對 好擔心小孩子啊 學業啊 什麼突然間 唉 那種擔心不見了 擔心不見了 並不是代表就不處理的 我們一般人就是因為擔心 所以說呢 就起著很多強烈的情緒 這些情緒呢 反而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把事情搞得更糟 非常緊急化 突然間那種擔憂的心 突然間不見了 要體懸 要常常處於不思議 常不思議 才能夠解脱 不要整天在想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好什麼壞 那常不思議 這時候就 一下子棄合真理 那這些因緣呢 就突然間就忘懷了 困理不得 不是用思想去取捨 要常不思議 常處於不思議 要相信常不思議 就可以物耳望緣 歸復自然 就好像一個游泳的教練告訴你 你就照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浮起來 一下兩下 沒有啊 我還在喝水啊 然後他就告訴你 你就是這個動作 你繼續練熟了就會浮起來了 真的嗎 真的嗎 不相信就不學了 那事實上是真的 你就照他那個動作 然後突然間就浮起來了 就會游了 會不會游泳 不會 那就會游了 這也是一樣啊 叫你回光返照 叫你常不思議 守護本性 然後 誒 霍然貫通 你會突然間就 一下心中的超憂 煩惱中不見 然後睜開眼睛看到這個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世界 都是佛世界 誒 突然間怎麼浮起來了 不會沉下去了 你不用感情 這就是誤耳望遠 我用游泳來譬喻就是這樣 陷在水裡面掙扎 偶爾跳出來喝兩口水 就快淹死了 人生就像這樣 告訴你正確的方法 手腳隨便動一動就可以浮起來了 那我們人就是陷在因緣裡面了 陷在因緣裡面糾纏不休 好像現在水裡面一樣快淹死了 反不過氣來 告訴你方法呢 就是一如提玄 就是要常不思議 常不思議你就會霍然解脫 霍然解脫 頓悟 我們人就是剛好相反 常思議 一天到晚就在思想 就在憂愁 在想要怎麼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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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一輩子 想了一輩子 事實上呢 真的事情發生還不就跨板誰而已 對不對 真的照你的想法去做會更好嗎 白想 因為思想連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啊 何況去控制別人呢 控制事情 對不對 你要要求自己的心情保持在什麼狀況 你都要求不了 怎麼可能去控制別人呢 不可能 控制整個因緣呢 不可能 白忙一場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